大家好,这里是黛士风采 这里会记录任何关于小黛的各项赛事和相关资讯 喜欢小黛的朋友们,记得要按赞、订阅、持续追踪 这样才不会错过任何关于小黛的各项最新资讯 印度公开赛今天要进行四抢赛 小黛的对手是新加坡的杨家敏 杨家敏近期状态非常不错 但两人交手四次都是由小黛获胜 今天这集影片我们来看看 2023丹麦公开赛首轮赛事 小黛对上新加坡杨家敏的这场比赛 这场比赛开局小黛就打得非常顺 假动作拉掉和控球 直接一波5比0取得领先 一个简单的中路燃截就拿下分数了 这次换到右侧的轻松放网 看起来这场比赛的首局 小黛打得蛮轻松的 小左翼 小黛的好了 这场比赛的电影 小黛的电影 半場前的這季殺球再度拿下 小袋領先有7分之多 沒想到下半局小袋突然爆量的主動失誤 一連送了5分給楊佳銘 比分瞬間縮小到僅僅2分之差 好在小袋立刻調整回來 再度拉開比數 2分 5分 2分 2分 1分 2分 小袋呂呂用進攻取得分數 這個往前勾對角得分 拿到了手局9個局點的機會 最後這個反手一勾 小袋在11比9後打出了一波10比2的攻勢 輕鬆拿下手局 第二局一開始 小袋竟然連續三次失誤 讓楊佳敏取得3比0的領先 雖然小袋追回分數 但第二局明顯看到楊佳敏加強了防守 這球更是在防守後直接得分 小袋靠著多拍吊動和進攻追平比數 雙方5比5平手 最後小袋再發揮今天不錯的進攻表現 打出一波5比0攻勢 反倒取得3分領先 但卻又出現了不少主動攻擊的失誤情況 超級鼓勢 最棒的運勢 超級鼓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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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勇伊 請歡迎收看科目第一 第二局洋佳敏加強防守後 喬戴的主動性失誤也增加了 因此比分一直拉不開 陷入膠著 我們的科目第一 Ben Sigurd Ben Sigurd Ben Sigurd 楊佳敏跟在這季殺球後 再反超取得領先了 這次精彩的抽大斜線 小戴在最大一分差 戰況持續膠著 前行 好 前行 二次 三次 兩次 比賽打到後段 小袋靠著一波攻勢 超前比數還拿到了兩個賽點的機會 眼看就要收下勝利了 但此時又連續失誤送了兩分 浪費了兩個賽點的機會 雙方平手 一度緊張的第二局 好在小袋還是穩住正腳 最後用精彩的假動作往前得分 沒有讓比賽被逼入第三局 小袋直落而打敗了楊佳敏晉級16強 今天這場印度賽事搶戰的比賽 預計會在下午5點左右登場 大家別忘了一起來為小袋加油 這裡是戴士風采 我們下集影片見